又到了 升星學年度換教室的時間啦 不過今年比較特別一點 看一下我們本來的教室 怎麼變成這樣咧 怎麼所有的客桌椅都集中到中間來 因為我們教室要進行耐震補牆 就是把柱子要加粗一點 這樣子如果說遇到地震的時候 這個整個房屋的結構會更安全一點點 這個角落的柱子要給它加粗 這邊應該也是 所以再把所有的客桌椅都先集中到中間來啦 不過因為我們要搬去的教室 那一間也要做耐震補牆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搬到其他棟的三樓先去上課 不過距離很遠 好啦我們走去看一下 教室都還沒整理 東西搬過去而已 不只這樣我們連廁所都要打掉的蟲 改進 這樣會比較想來上是不是 還有轉彎往三樓去 現在是在二樓 OK 到了 這裡就是同學在 真正換到四人體教室之前 可能要在這邊上課幾個月 東西都放好啦 不過我的東西 還亂七八糟的還沒有整理 我想來這邊教室上課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冷氣 我的媽 又在三樓 訓練同學 耐熱程度 這間教室看得出來嗎 本來是什麼教室咧 大家猜一猜啊 應該猜得出來吧 猜出來了吧 這原本就是 繪畫教室 是繪畫還是繪畫 猜得出來吧 這原本就是 英語教室 只是暫時變成我們班的教室 等到 耐震補強都做完之後 我們再把它搬過去 趙伯利好 我們每到了新教室 你知道我們要去檢查一下 看上面電風扇有沒有 又有灰雪奇緣上映 看一下這一間 欸 誒 誒沒有內 哇 天啊 真的很乾淨 哇 不錯不錯不錯 我不用在那邊插來插去啦 好 通過了 這個教室直接打100分 不是 打80分 因為沒有你去扣20分 這間教室比較大 比較大進一點 希望同學在新學期 新的年度 上課能夠認真一點 雖然汗會多流一點 不過這也沒辦法 這當做是忍耐度訓練 好啦 等一下要整理一下 旁邊這間廁所也在整件耶 看來只搭很多 這樣子以後我來可能會搭很多 先吃多一點 先吃多一點 哈哈